趙大康說什麼 他說 他在臉書上寫啦 他說拜登講這些話口說無憑啊 他說小英總統應該要請美國國務院 白鎖沙歐梨啊 要把他寫下來 叫尊聖 那另外呢 葉宇蘭委員他又更妙了 他說什麼 阿富汗跟烏克蘭的陰間不遠 那他提一個 他就是對這個拜登總統 他說什麼 他老人家到時候如果發生什麼事情 還是總統不曉得 可是他認為他不知所云的淨逃 不知道會不會又再次的發作 那後面他找了一個言論 他特別引用的是李瑤生前所說過的話 他說台灣自甘作為美國第一島鏈的先鋒 是他們的看門狗 最特別的是我們還得要自備狗粮 怎麼樣來看 我覺得剛剛桂亞和大家都說得很好 就代表講 大家在今天看到 美國總統在公開的場合 而且是一場非常慎重的記者會上面 講出這樣的時候 大家其實都很高興 因為這代表的是美國的態度有進展 不管他是不是要改變他的政策 但是美國總統在公開場合 講出這樣的話 其實是有進展的 美台關係 那大家都很高興的同時 但國民黨其實不高興的 我今天在立法院的時候 看到這個國民黨委員受訪的時候 我聽到大家要不就酸言酸語 要不就氣急敗壞 我就覺得說我們一定做對了什麼 你看看這個剛剛除了葉玉蘭 這樣說的時候 說人家拜登上面老魂丁不知所云 那吳思懷是讓子彈飛一下 最重要的是剛剛 剛剛這個桂亞拿出來的 這個叫做趙少康的這個 我覺得趙少康寫這一篇臉書 其實真的很好 他真的白紙黑字的寫下了 國民黨長期的疑美論 怎麼說呢 這個你看看 從來他們懷疑的都是跟我們 站在一邊的同樣的美國 但是你對中國他會這樣做嗎 侵略台灣的是中國 威脅台灣和平的是中國 他有要求中國要做承諾嗎 沒有 他從來沒有 他要求的反而是跟我們 站在同一邊的美國 所以你看看他這個真的很清楚的 就是言以綠美寬以待中 這是典型的狀況 那你如果真的是要這樣 說白紙黑字這樣寫 那奇怪了 當年九二共識 他們為什麼不會要求 中國把它寫下來呢 九二共識 你不是口口聲聲說有嗎 而且我們可以有自己的空間嗎 正是因為沒有 所以今天造成了這樣的紛亂 那更何況說實在的 你要求要中國白紙黑字寫下來 我看也是沒有什麼用啊 因為香港的例子在我們前面 對不對你看 他那個協議他就給他撕掉了 對啊 中英聯合聲明說香港50年不變 中國有在管嗎 都已經寫成香港基本法了 他照樣白紙黑字 還是把你給撕掉啊 所以很清楚的 不守承諾 不願意這樣做的人是誰 就是對我們威脅最大的中國 但是國民黨從來不懷疑他 他一直懷疑的就是美國啊 所以我是覺得 大家要能夠很清楚 今天把我們這麼認真 跟世界民主陣營站在一起的政府 把他說成我們是什麼 第一島鏈啊 說是美國的看門狗 大家真的是應該要摸摸良心 誰才是中國的看門狗 可是我覺得 朱立倫應該要有反應 因為朱立倫他六月 現在已經五月日期了 他六月他就要訪美囉 可是他現在放任 不管是江啟成也好 江啟成也有講啊 他說應該要口頭承諾要兌現 就是跟趙少康的邏輯 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 那朱立倫他去訪美的時候 敢說不會去找世民嗎 宇少老師 對我覺得趙少康說的也就算了 因為對朱立倫來講 六月份有重要的訪美行程 這個時候他會出現三種分裂 那三種分裂呢 遇到美國的時候 國民黨自己台美關係變成戰略模糊 說什麼我們跟美國是好朋友 或是我們是國民黨或是台灣的支美派 簡單講我們都重申了台美之間跟國民黨 基本上是最了解美國的 這叫戰略模糊 一問到中國的部分就裝傻 但是回到台灣對待民進黨的時候 就變成什麼戰略清晰 戰到底嗎 或是逢綠必反逢中必軟 就這麼簡單 然後到戰鬥欄節目的時候 就變成戰略歪樓 什麼意思呢 就跟著趙少康 或是跟著這些生來人士 一起集體開黨 所以出列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到美國講的是一套 講的是英語 但是到立法院講的是一套 簡單來講 民進黨比共產黨還可惡 到戰鬥欄趙少康的時候 又講一句話 所以講了半天 就定誰是敵誰是友 其實朱立倫在出訪之前 面對拜登講話 他只要回答一句話 今天台灣的敵人是誰 台灣的威脅是誰 他只要講清楚 幫助台灣的是誰 或是台灣真的好朋友是誰 把視敵視友的關係 劃線講清楚 就不會產生錯亂了 至於葉玉蘭 我覺得非常有趣的地方是 究竟什麼叫做狗 自備狗糧 我真的覺得 作為一個愛狗人士 你在這地方把台灣形容成 開門狗 簡直是答非所問 畫錯重點 作為景大前教授 我真的覺得 你們可能對國際關係 對區域形勢 對中國研究 還有對比較政治 多花點時間 否則真的是 華天下之大雞 不知所暈 甚至只是讓他覺得 你是為反而反 郭城老師要補充 第一個 這個把台灣說成是美國的看門狗 我想台美雙方聽到人都會皺眉 而且說老實話 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 總比敵人好 這個很清楚 這麼多年來 如果沒有美國對台灣 或講中華民國 國防 外交 安全 各方面的資源 這個早在韓戰爆發之前 這個中共就統一台灣了 這個是現在所有的歷史學者 公認的事情 那現在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對台灣的安全 有所關心 對台灣的外交有所支援 這個基本上是 每個人都樂見的事情 你說朱立倫主席 你們黨的主席 要去訪問美國 難道他會公開說 美國對我們不重要 那不重要他去幹嘛 對不對 他說美國對我們安全 沒有幫助 那他去幹嘛 不是啊 我跟你講 主席說很重要 可是下面扯後腿的又一堆 那主席去的時候 敢不去找市民 對 那這個貴雅講得很好 你說主席要去 顯然是很重要 而且呢 這個我就想問葉委員 你們朱主席去 你希不希望他 見到美國方面重要官員 當然希望 搞不好本來或許有機會 因為本來機會就有點渺茫 但是搞不好運作運作 有一點點機會 現在呢葉月蘭這個文章 AIT又勤收之後 抱回去 沒機會了 所以最後結果就是說呢 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是幫自己主席 在那邊扯後腿嗎 因為你現在明明就要去美國嘛 然後去美國老實講 不管是媒體 還是美方的人士 一定會問說 你們國民黨 對現在台美關係的看法 對拜登總統政策的看法 結果你現在說 失言啦 看門狗啦 不知所云啦 那這個老實說 這個國民黨以後 你是不是就 就是報定了 就是說我就在野啦 我將來也不打算 跟美國正式打交道 不然的話呢 不要說人家是美國總統 是美國現在權力 這個地位最高的人 就算他只是一個普通人 用這種方法 我認為都是非常不禮貌的 而且呢 話又說回來了 我今天還聽到國民黨說 他說朱主席去 要見拜登 也不是沒辦法啦 真的假的 有這樣說 現在國民黨很大 他們在野黨 然後說要見總統就有 我覺得第一個 真的有這種本事 說要見拜登 也不是沒辦法 那老實講 雖然我在政治立場上 我不太想投國民黨 但是呢 我也樂觀其成 看到台灣的重要人物 去美國 有辦法見得到美國總統 先見得到再來講 第二個 說見到意義不大 我認為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好像我個人 台灣的民選總統 我也都有見過 而且是在任的時候見過 重點是說 有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 因為我不重要 那換句話說 美國國民黨自己說 我去見拜登 沒問題 可是見了意義不大 這等於自己承認 自己地位不重要嘛 甚至電視上見到 也算見到啊 對不對 這有意義嗎 這沒有意義嘛 你是說他可能是這樣 然後自拍 然後後面是電視裡面的拜登 所以我認為這個國民黨 怎麼現在會這樣子 作亂到這種程度 我認為現在呢 他如果對台灣的國防 有所提出的這個批評 有所建議 希望我們對美國軍售 要怎麼樣 我認為那個是公共政策討論 可是現在呢 完全呢 是在那個 跟台灣的敵人的角度 認為美國這樣講 是不適當的 然後認為美國 不應該這樣講 甚至還說 我們要見拜登 意義不大 這樣去貶低人家領袖 那拜登 或者美國國務院 到時候出來說 對於這個台灣政治人物的往返 拜登總統也認為說 見他們意義不大 那你要怎麼辦 好 好 boo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